依我看最好是用背面 你覺得我的背面很好看 很好看 可是看背面什麼都看不到 你這個亂七八糟的 反正我要自信這樣唸 怎麼唸的 什麼 不是反正我好好保存 正面背面我都很喜歡 我會說這個側面還不錯 側面我們可以做成圓月彎刀型 這個老百姓還可以拿來 這個拿來好比說這個時候 做成鋤頭會不會好一點 鋤頭也是不錯的 然後做成兩個大家還可以拔杯 這樣也不錯 你知道全世界最小的石壺有多小 而全世界最長的石壺有多長呢 究竟什麼是火人 火人又有什麼驚人之舉 廣告後馬上回來 機場覲 欢迎回到台湾传奇 哎哟 哎哟 李爷爷啊 这两天人家都没有睡好 因为这个牙齿痛得不得了 你看黑眼圈都跑出来了 吼 吹气 听听 哎哟 这个牙痛不是病 痛起来要灵命啊 灵命关天 天降降大的你私人也必先 苦心心肢 老气心腹 会有那么要好的牙医 你还不赶快把你很要好的牙医 介绍给我 他不是帮你拔牙拔得很爽 这么拔拔得很爽 你这个乱讲什么东西啊 告诉你啦 现在这个险站 很多总统候选人都在打口水战 到处抹黑 你看像这个李昭 竟然讲说你这个牙医 跟我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 怎么可能嘛 你這個 大家看一看啊 他的照片啊 這個是 長得這個樣子的啊 大家看清楚的啊 大家相信嗎 相信嗎 你們相信嗎 爺爺啊 你怎麼說我們能夠不相信 你看你不但隨身吸在他的照片 而且我覺得他跟你長得還蠻像的 什麼東西長長長長長 你跟我很像 你這個亂講什麼東西啦 你這個不要哪壺不開 提哪壺啊 好啦好啦 李 我們開開玩笑 不要生氣嘛 我們不提這一壺 我們來提提另外一個壺 哪壺壺啊 我們說的說石壺 石壺第一人 哦 檢石茶壺的人啊 我知道就是專門檢石茶壺啊 夜壺啊 熱水壺啊 拿去賣的 去換錢嘛 那這個就等於像那個 就像糖尾部一樣 那他一定是一邊起初一邊講說是 第一個糖尾部 好了 不是那啦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啊 是台灣第一位用石頭做茶壺的人 咦 茶壺不是都是石頭做的嗎 茶壺不是石頭做的 是茶壺啊 淘土不是石頭嗎 不是 那淘土是什麼 淘土就是淘土啊 那石頭是什麼 就是石頭啊 那石頭不是淘土嗎 是淘土啊 那石頭是什麼 那淘土是什麼 你指甲有夠關的 我們來看VCR啦 VCR是什麼 是石頭嗎 哦 不是 嘿 那這個淘土到底是什麼 淘土就是淘土 那石頭是什麼 石頭就是石頭 石頭跟淘土沒有關係嗎 完全不一樣 那淘土跟石頭有關係嗎 你老闆天哪 沒有要找你 知道全世界最小的石壺到底有多小呢 答案是比你的指甲還要小 這個迷你石壺啊 不但是轟動國內的石壺創作界啊 在國外呢 更列入金氏世界紀錄 而創作這個迷你石壺的石雕創作家 廖天照先生 正是國內石壺創作的第一人 在史無前例的情況之下 咦 淘土先生是如何想到 用石頭來做茶壺呢 我 我的故事 我要找工庫 要很特別的 要很特別 而且以重不同的 難度很高的 要超出我自己的能力範圍 也就是好強嘛 像石頭挑戰 對 也就是好強 那麼當初為什麼要用這個石頭來做壺 主要是當初沒有人做 那如果說我們用石頭來做壺的話 第一保溫好 然後呢我們把它把中國的這個泡茶的文化 從陶瓷的這種文化把它改變為石雕的 嗯 就因為這樣的想法注定了廖先生這輩子有刻不完的石頭啊 但是呢創作至今已經三十多個年頭啦 這許多不起眼的石頭都在廖先生的手上開啟了另一個新的生命 不過 欸 這石頭這麼硬到底要怎麼飄呢 像這個喔 它是一整顆 這是鑽石 這顆是鑽石喔 這個是鑽石的 蛤 用鑽石下去磨喔 這個鑽石的 然後呢 它是在掏裡面這個空間 對 這個石頭那麼硬啊 你沒有鑽石的就是 好大的鑽石 我可不可以摸摸看 我講完有點大聲 它那個是鑽砂 香在上面 因為鑽石是 比石頭還硬 對 鑽石是十度嘛 我們的石頭我做鑽石的這個硬度差不多是四到六之間的硬度 對 所以說它必須要用這個鑽石工具才可以把它刻鑽 喔 原來啊 衣扇還有衣扇膏啊 再硬的石頭呢 碰到鑽石 嘿嘿 就沒轍啦 而這一顆顆的完石呢 也在廖先生的巧手之下 成為美麗又實用的茶壺啦 這個是一塊天然的石頭 也就是說它整個結構整個造型都是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都不動刀的 那也就是說在選材就非常的困難 就已經要確定好了 從哪個地方動手 那要怎麼樣子讓它完成一把弧 對 把裡面掏空 這一塊石頭它原本的形狀就是這個樣子 是 尤其是這一個蓋子 你看 它完全是 不是傳統的那種弧蓋 我們印象中傳統弧蓋這邊要有一個 對 對 對 蓋鈕嘛 那這個是沒有的 而且這一塊蓋子也是天然的這個石頭 那這個蓋子跟這個石頭原來是一粒的嗎 不同一塊 那怎麼會這麼像呢 好像雙胞胎喔 那困難就是在這裡嘛 就是說你把這一個空間掏好之後呢 你還要去找一塊來跟弧身調配起來 可以搭配的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色彩 質感 包括它整個 硬度跟密度 那一定是要取得一致的 還有就是說這個弧蓋把它這個蓋好之後呢 它是不是很協調 很這個很穩定這樣子 廖先生創作呢 是忠於大自然 忠於原樣 每一件作品呢 都是獨一無二 絕不重複 所以呢 每一件作品啊 都十分的珍貴喔 除了全世界最小的迷你石壺外呢 嘿嘿 廖先生啊 還創作了全世界最長的石壺喔 喔 實在是有夠長的啦 小燕姐 妳找我看看啊 這件是這件的觀賞 還是這件可以泡的呢 真的是可以使用 可以泡茶 不但可以使用 而且喔 它還比這個一般的茶壺還要用 它不需要豪費力氣的 真的嗎 因為我是按照這個槓桿原理喔 欸 這樣子你看就可以就可以出水啦 喔 水是從這邊出啊 欸 這樣子就出水啦 你看 對 而且喔 不需要費力氣 輕輕鬆 像這樣 對 就這樣子 而且我只要把它這個放到底喔 欸 它就可以把水完全倒乾淨 對 完全倒乾淨 而且它 這樣子就固定了 這一壺可能是50人份的水量 啊 可以 差不多40個人來喝沒有問題 沒問題 一斤茶葉子泡兩次就完了 廖先生呢 除了將石頭雕刻成茶壺以外啊 他還是一個品食 賞食 玩食的行家 許多石頭呢 在經過廖先生的巧思雕琢之後啊 就成為家中天然的白飾喔 廖先生所雕刻的茶壺啊 除了別出新材的造型外呢 鳥鳴系列 嗯 也是十分為人 津津樂道的喔 嗯 那到底什麼是鳥鳴糊呢 欸 是會發出鳥叫聲的茶壺嗎 沒錯 現在啊 就帶你去見識見識吧 這一見喔 嗯 嗯 喔 他就 他就是會叫的 酥在吃吃好的 酥在吃 Gabrielle 好吃嗎 Nan Salaud bread 發出叫聲呢 其實材質上是沒有差別的 材質上大致上是一樣 那它跟空間 跟它的角度 有關係 一顆不起眼的石頭 在廖先生的巧手下 散發出另一種美妙的生命 任何事物呢 只要我們花點巧思 就算是完食也能成精哦 這個人啊 開啟了台灣的石湖創作 真是很了不起啊 我們就是需要這種啊 為我們台灣藝術做貢獻的人啊 一點都沒錯 你看像我們台灣生活水準那麼高 大家鎖得那麼高 最需要的就是心靈的滋潤 跟這個知識 還有精神的充實 這樣子呢 我們才不會被人家笑 我們是文化沙漠 所以啊 我決定也要邀請這位臉士啊 來加入我們這個小年的胡選的陣營啊 讓他也好好的這個是 讓我們除了這個是金錢的追逐之外啊 也有一些心靈的兴陶啊 同時啊 我們也要派這個是專人啊 到各大的耗子裡面去啊 讓我們的這個是 股市的這個朋友啊 在我們小年當選之後啊 飆到三萬點之後 除了有很多鈔票之外 也有很多心靈的心頭 梅的提升啊 太好了太好了 這不但可以讓我們在國際的地位提升 而且呢 可以讓我們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好 真是雙贏 沒有錯 這裡是雙贏 你看又有錢啊 這個是又是心靈很美啊 這又好像我們小林跟他太太一樣 一個很有錢 一個就是梅 就是心中有愛嘛 對不對 而且這樣子啊 很多的國家都願意跟我們建交啊 我們就有很多女幫教過啦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休息 亂射商人 他目前兇手還沒抓到 梁先生在土城住了七八年 從來沒碰上這種事 大概在半年多前 開始有人朝他的院子亂射廢針 有一次還差點射到他的頭 把他嚇了一大跳 三五天 有時候一個半個月 也就來 就來一根 有時候就這樣子插著 插在地板上 這些針不知道從哪裡來 有時候射在前院的木頭上 有時候射在後院的地板上 穿透力很強 有一次還把他鐵皮屋的屋頂 都給射穿了 看看這些針 全都是鋼釘做的 針頭還特別磨尖 後面用後紙板纏上膠布 用來增加準度 一旦打到人的身上 可不是好玩的 到底是誰這麼缺德 把飛針往人的家裡面丟 廖先生懷疑 這可能是樓上鄰居 有人惡作劇 不過他好幾次上門理論 卻沒人承認 這個東西落地 你才發現嘛 你已經來不及 從哪裡來的啊 廖先生怎麼找都找不到丟真的怪人 現在只能透過鏡頭拜託拜託 希望這個怪人不要再拿別人的生命來開玩笑 華視新聞洪玉慧尤美辰 台北報導 藝人對自己的生活 究竟能夠保密到什麼程度 可能是一個一大問號 最近有一對景色藝人到日本度假 全程都被狗仔隊拍攝了下人 另外愚人于成慶 他的太太的婚期跟懷孕的日子 今天被醫院公布 氣得他大麻 這個醫院真是大嘴巴 交保鏈正式浮上台面 兩個人攜手同游日本四天三夜的行程 全部被偷拍下來 狗仔隊從兩個人搭飛機 到手牽手逛街 甚至連住過的房間都不放過 通通拍了下來 狗仔隊今天照常鏡頭錄影 自己的椅子又再度被公開 交交顯得很無奈 不去玩啊 夾娃娃 覺得都很開心嘛 所以我是沒有那麼大的警覺性 不過他是有發現閃光燈 那他也有提醒我一下 那我就說 其實我們也沒有殺人 也沒有放火 我們是出來玩 我們應該還是讓自己很舒服 一個愉快的旅行 差點就被破壞了 另外一位藝人于成慶 一向很注重自己的隱私 太太依能靜已經懷孕兩個多月了 到醫院做產檢 沒有想到卻被醫護人員寫了密 醫院公佈這事情我是覺得